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过17万元人民币 而飞得最远的是上海到阿根廷首都布伊诺斯 埃里斯 达9662公里 据网易新闻报道 入境政策放宽 加上春节返乡需求 入境机票订单量涨幅不少 8号入境航班热门目的地 依次是上海 南京 广州 成都 南宁 另外香港和内地首阶段恢复通关 香港成为入境机票出发地的第一名 8号由香港飞往内地的机票订单量上涨了62%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俄罗斯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佩斯科夫9号表示 西方给乌克兰运送的新一批武装 并不会给俄乌冲突过程带来任何改变 只会加深乌克兰人民的痛苦 顿尼茨克亲俄武装9号则发布消息称 俄乌正在巴赫木特集站当地东北方的村庄 巴赫木斯科业已经被俄军占领 乌克兰此前一天已经着手撤离附近城市的民众 新俄顿尼茨克武装领土防御指挥部 在社交网站发布消息称 截至9号 在齐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境内 俄军占领了巴赫木斯科业村 这座村庄位于两军基站的巴赫木特东北部 索列达尔附近 巴赫木特是乌军在顿巴斯保证供应的 一个重要交通枢纽 公路和铁路网络都经过此地 巴赫木特和索列达尔发生激烈战斗 乌军继续派遣新的部队 对巴赫木特和索列达尔进行增援 俄军维京派使用红外热像仪 侦查到夜幕中增援的乌军 发射大量的122毫米口径火箭炮 进行打击并摧毁 俄没指 乌军正大规模逃离索列达尔郊区 俄军还使用152毫米自走炮 远程打击乌军士兵 燃料和弹药库 敦涅茨克州庆俄武装称 乌军在8号深夜使用152毫米大炮 炮击卡什塔诺沃伊等两个定居点 而在乌控地区 索列达尔和距离数十公里外的 克拉玛托尔斯克两个城市 当地军民8号在志愿者帮助下乘坐火车撤离 乌军总参谋部称 在8号 乌军对7处俄军集中点进行17次打击 三次针对俄防空导弹系统据点 同时 俄军对乌方发射至少7枚导弹 31次空袭和超过70枚多管火箭炮 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警方9号透露 当天上午俄罗斯的导弹击中一个名叫舍夫秦柯伟的村庄 造成一名60岁妇女死亡 多人受伤 俄罗斯国防部的战报则称 在利曼方向停火器结束后 俄军对顿巴斯两个乌军攻击群实施炮击 消灭超过50名乌军 三辆装甲战车和另外两部军车 在顿涅茨克方向 俄军炮击消灭多达70名乌军 两部装甲战车和一部皮卡车 俄军陆航部队导弹和炮兵 摧毁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附近 乌军第95空降突击旅和第60机械旅的军火库 84个炮兵单元 117个地区的军事装备 另外俄国防部又发布视频 指无人机发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据点的堡垒 和敌方硬体部门后 使用新一代高精度炮弹 摧毁这一装甲设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 外交部长秦刚9号应约 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电话 秦刚表示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保持高水平发展 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入推进 友好民意基础持续巩固 秦刚说 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上 中方愿同俄方 携手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不断将中俄关系推向前进 他愿同拉夫罗夫保持密切交往 拉夫罗夫祝贺秦刚就任中国外长 表示期待建立良好工作关系 带领两国外交部门继续开展密切合作 携手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不断取得新成果 双方还就乌克莱危机等交换了看法 秦刚强调 中方将继续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四个应该和四个共同 为根本遵循 看待和处理乌克莱问题 在俄乌战场上 那么经过了东正教 就是这个东正教的圣诞节呢 看来在巴赫木特还是基站很厉害 但是呢 到底巴赫木特主要的一些地区 有谁在控制呢 两边都有自己的说法 同时呢 我们听到这个佩斯科夫说 西方继续地给乌克兰武器呢 只能使乌克兰人民呢 遭受更大的痛苦 那么他们的这个国安会议的 秘书长帕德鲁舍夫也刚刚说 俄罗斯现在并不是同乌克兰打仗 意思是 实际上现在俄罗斯 是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和北约作战 那么今天又看到 英国的国防部军情局 发布的一份报告说 尽管在8月21号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邵伊古说 他们已经在乌克兰战场上 动用了最新式的苏57战机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使用这个战机 其实时间更早 所以说呢 现在我要谈 俄罗斯针对乌克兰使用最新型战机吗 这不是个问题 我想说的是 俄罗斯为什么要在乌克兰使用最新型战机 那么它怎样使用 据这个英国的军情处表示呢 这个虽然是乌克兰号称已经动用了苏57 苏57这种飞机呢 是第五代战机 它是一种这个变化多功能的重型轰炸 重型战机 那么当然西方说它只是第四代战机 这是俄罗斯最新型的战机 号称在2028年要装备76架 但是呢 现在因为西方在制裁 它的一些这个高精尖的一些零件 能不能到位就很难说 据说现在他们已经有11到15架苏57 那么呢 这个俄罗斯如果在乌克兰使用了苏57 其实呢对于西方来说呢是求之不得 因为他们的这个各方面的雷达 和这个一些这个侦查的这个手段呢 一直就针对到底这个苏57 有什么样的功能 可是呢 英国的军情处说呢 俄罗斯虽然说使用了苏57 但是呢 他们没有进入乌克兰的航空识别区 基本上是在俄罗斯的境内 然后往乌克兰发射这个空对地导弹 那么尽管这样的话呢 这个据说这个西方呢 也发现了这个苏57的一些功能 对他们来说 在战场上了解对方的这个实际的作战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主要的这个苏57的基地呢 是在阿斯特拉罕州的一个叫阿图宾斯克市 就是在福尔加格勒 在南北在福尔加河的这个左岸 那么如果在这个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战场上 使用苏57又达不到目的 现在看来呢 这个从6月份就开始使用 好像没有影响战局 那么俄罗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它也是想试验 输入其他各项的功能 包括它的一些侦察功能 配合功能 还有些发射功能 另外呢 在战场上使用过的武器 在军火市场上卖呢 就比仅仅经过试验的这些武器呢 要行情好得多 好 看下另外一则新闻 有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 英国安全部门近期对公务用车进行全面搜查 发现所谓中国产识别卡 可用于定位跟踪并且传输数据 这就引发了英国的国家安全担忧 对此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表示 有关的指责毫无根据纯属捏造 发言人表示 中国做事一向光明正大 堂堂正正 中国没有必要 也没有兴趣去搜集英国车辆定位的信息 英方一些人不要患上被害妄想症 动辄疑神疑鬼 奉劝英方有关人员 停止散布虚假消息 停止贼喊捉贼的把戏 发言人又指 中国坚决反对对正常经贸合作 进行政治操弄 抹黑和污蔑中国企业 某些势力对中国企业进行 恶意污蔑和打压 企图搞脱钩锻炼 不仅严重破坏国际贸易规则 也将割裂全球市场 增加自身发展成本 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驻德国大使吴肯 近日接受德国商报访问的时候表示 德国计划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策略 是受意识形态引导 反映冷战思维可能危机 中德间的合作 针对有报道指 德国政府正制定新策略 将更严肃看待与中国间的关系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吴肯表示 在媒体看到相关新闻 以及了解到的内容 都让他感到非常不安 认为这份文件受到意识形态引导 并没有基于德国和中国的共同利益 文件夸大了中德两国间的竞争和对抗 与现实完全不符 而某些价值和人权将成为两国日后合作的前提条件 吴肯指出若报道属实 将对未来两国合作设限 根据草案 德国希望在未来与美国的盟友 更密切协调对中国的政策 在对华政策方面完全遵从美国 表明德国政府正丧失独立性 对于我报道指 德国经济部的对华内部指引中 拟益措施包括要求与中国有接触的 德国企业与政府分享经商细节 并定期接受压力测试 不肯认为德国政府此举是自相矛盾 尽管其意志强调无意与不同阵营对抗 但却存在冷战思维嫌疑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德国经济部发出的 对德国企业的内部指引 这个文件其实在前两位就透露出来了 那么这次中国驻德国大使 亲自出来说话 可见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确实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份文件 而这份文件的内容 中国方面也看到了 第二是中国方面 认为中德关系 因为经济部的对华 公司的内部指引 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么既然中国大使说话了 可见这个必须受到重视 而中国大使直接对德国商报 说话也是对于德国政府 发出的一个叫规劝吧 叫这个劝欲 这个话 这个咱们中国这个民众就比较熟悉 怎么叫劝欲 就是劝你 这个不要在这方面走得太远 那么现在德国是否有对华政策方面 改变的动向呢 目前来看 虽然欧洲驻中国这个商会 主要以德国为主 他们做了一些调查 说有些企业是不断地想撤离中国 但德国主要的一些大的企业 你像这宝马呀 像奔驰啦 像奥迪啦 这样的一些大的这个 应该说这个大的企业呀 还是目前还在中国 但是也看到另外一个动向 就是欧盟 前几天呢 他们和东盟开了过一个这个峰会嘛 他们在这个会上就透露 说欧洲呢 准备逐渐 也是脱离对中国的依赖 那么这个把他们的投资呢 逐渐向东南亚推进 确实是最近的这个欧盟啊 在东南亚的投资呢 不断地在加大 2019年呢 只有65亿欧元 可到了2021年呢 到了260多亿 那么就是逐渐的想 这个淡化对华的贸易 而在整个的欧盟 这样的一个这个大的盘子当中 德国肯定 它是占这个主体的 而且欧盟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方面呢 或者换句话说的 德国就是欧盟的经济政策的一个领头羊 那么现在呢 如果德国对于中国的政策 确实发生改变呢 那么我想呢 一个它是受这个政治方面的影响 用这个吴肯大使的话说呢 你是意识形态挂帅 同时呢 你是这个在紧跟美国呀 这个丧失了你自己的独立性 这是一个相当这个严厉的一种批评 那么另外呢 它也就说明 它现在这个舒尔茨政府啊 恐怕呢 它确实是改变了 以前的默克尔政府的对华政策 那么第三呢 它也表明啊 通过这个乌克兰战争啊 它发现呢 他们不能对任何一个国家 在这个产业和市场方面 依赖过多 这是俄罗斯给他们的教训 好 看看另外一则新闻 解放军东部战区8号宣布 在台岛周围海空域 组织诸军兵种联合战备 警巡和实战化的演练 台湾军方称当天侦测到解放军军机 57架次军舰4艘 其中28架次的军机 飞越台当局所谓的海峡中线 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失忆陆军大校8号表示 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海空域 组织诸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 核实战化演练 重点演练对陆打击 对海突击等内容 旨在检验部队联合作战能力 坚决反击外部势力 台独分裂势力勾连挑衅行径 这是东部战区2023年首次 多军兵种演习 未有公布相关参演兵力 有军事专家指出 这是东部战区半个月内 第二次进行类似的活动 解放军对台威慑行动日趋常态 认为是释放出中国 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中国台湾 发生任何形势的 官方往来的强烈信号 任何此类行为 都是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以示极其危险的 同时更是对台湾当局的警告 台湾军方称当天侦测到 解放军军机57架次 军舰4艘 其中28架四军机飞越台当局 所谓的海峡中线 台军应用任务机 舰艇及暗制飞弹系统 严密监控与应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 报道的其他重要表提新闻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明思 巴西特总博索纳罗支持者 8号下午冲进国会大厦 联邦最高法院和总统府等多栋政府大楼 大肆进行破坏 据报至少有400人被捕 总统卢拉宣布 首都巴西利亚进入紧急状态 并且指控 博索纳罗煽动骚乱 不过 博索纳罗否认 并且在社交网站谴责暴力冲击行为 巴西总统卢拉8号晚先后到总统府 联邦最高法院及国会 视察受损状况 他表示示威者的身份正陆续被确认 表明会言成涉事者 卢拉并将此次暴力袭击 规矩于前总统博索纳罗 批评对方借着多次演说 鼓励冲击行为 而在卸任前已经离开巴西 目前身处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博索纳罗 就在推特帖文谴责暴力冲击行为 他又否认煽动骚乱 冲卢拉的指控没有证据 强调自己一直尊重法律 捍卫民主 巴西司法部长迪诺表示 事件中已经有数百人被捕 他猛烈抨击示威者 袭击首都政府机构 是非常严重破坏民主法治的行为 等同一场政变 我们认为这些练习的练习 这是恐怖 这是狗狗 我们有确定 大多数 如果所有美国和美国 都不想 这种练习的练习 在美国生活的练习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德姆赖斯 8号深夜下令 免去巴西首都联邦区行政长官 罗沙职务90天 称对方未能做好安保工作 导致示威者能够闯入政府大楼 德姆赖斯并下令示威者 要在24小时内 移走军事基地外的营地 停止堵塞道路及建筑物 父皇卫视综合报道 巴西的前总统博索纳罗 有巴西的特朗普之称 而刚刚过去的周末 在巴西利亚发生的 冲击国会大楼事件 又和两年前的1月6号 美国华盛顿的国会山事件 又如出一辙 那么现在博索纳罗 又在佛罗里达州 那么人们就把这些联想在一起 不过博索纳罗和特朗普 有一个不同 他马上就从网站上发表 谴责这样的一些 冲击国会大楼的违法事件 要自己赶紧脱开 而特朗普那时候 他就是态度很暧昧 结果现在被认为 他是跟那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次事件出来 其实他还有两个后果 一个是他有利于卢拉执政 因为卢拉已经就任总统了 这个事实已经改变不了了 那么你在去冲击国会 还想冲击总统府呢 到底为什么 那么巴西历来是左派 政治力量比较强 那么右派或者就是自由派 就是博索纳罗 就是趁着卢拉 后边又有一个 他的接班人 这个女总统 一段时间经济搞得不好 他上台了 那么想改变一下 这个巴西的这个经济 结果呢 这次大写又下来了 你下来之后呢 这个巴西的左派 能不能搞好经济 另论 可是呢 你出现这样些人 冲击左派 这个总统府和国会呢 这就使得呀 这个卢拉就有理由 来谴责这些 这个右派 同时呢 这个距离这个自由派 右派 在想再夺回这个国家政权呢 恐怕呢 又增加了一些负面的因素 这个卢拉 这个掌权呢 恐怕其实更稳定一些 再看看另外一段新闻 马来西亚总理 安瓦尔八号付印尼 进行访问 并且在九号和印尼总统 佐科会面 佐科和安瓦尔 在位于印尼首都 雅加达以南 贸物的总统府会面 两人共签署了 八项谅解备忘录 内容涵盖 航运 进出口融资 绿色能源 以及电池产业发展 并且希望能够借此 加强两国跨境贸易与投资 安瓦尔将11份 马来西亚企业意向书 交给佐科 内容涉及对印尼 计划发展的新首度 鲁桑塔拉的可能投资 估计总额达到2.63亿美元 安瓦尔表示 希望印尼新首度发展 为广泛地区带来更大的利益 两国领导人表示 同意加强 中旅游方面的合作 以打击对中旅游的歧视 因为被指同森林砍伐有关 欧盟计划在2030年前 逐步地淘汰 以棕榈油为基础的燃料 马来西亚的新总领安瓦尔 这个就职后首次出访 为什么没有选择别的国家 或者大国 而他选择了他的邻国 最近的邻国 印尼呢 这有他自己的原因 一个是呢 这个他们确实是禁令 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分 西马和东马 东马呢 就在婆罗州的北部 这个婆罗州主要呢 就是这个加里曼丹 这个是这个印尼的 这样一个大岛 这个大部分属于印尼 那么还有文莱 还有呢就是东马 那么这东马呢 其实它占整个的 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土啊 是六成 那个人口稀少 但是资源非常丰富 那么这两个国家合作呀 当然是有先天的便利 还有呢 是这个印尼和马来西亚 它都是穆斯林的国家 而印尼呢 是最大的 这个全球最大的 穆斯林人口的国家 那么这个都是穆斯林兄弟嘛 第三呢 就是这个马来西亚 是这个印尼啊 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同时呢 又是全球规模当中 第六大贸易伙伴 那么他们在发展的 这个同步节奏方面呢 有相近之处 同时呢 马来西亚由于它靠近新加坡 其实马来西亚现在呢 发展的比印尼还快一些 那么现在马来西亚呢 想借着这个便利呢 到印尼来投资 因为印尼现在投资环境非常好 那么这个人口年轻化 同时呢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成本也低 所以呢 加强这两个国家的合作呢 我觉得这两个 这个总统总理啊 还是很务实的 好 看看另外一所新闻 一艘运载乌克兰粮食的大型货轮 9号在苏伊士运河航行的时候搁浅 当局动用拖船 成功地将货轮重新地扶起 官方并没有详细地说明 导致货轮搁浅的具体的原因 这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货轮 叫荣耀号 在运河向南航行的时候 驶进埃及东北部城市 坎塔拉附近时搁浅 苏伊士运河的管理局 动用三艘托船将它重新扶起 货轮是225米长 去年12月25号 从乌克兰的港口出发 准备将超过6万吨玉米运往中国 目前航道交通已经恢复正常 2021年3月份 长次号货轮在苏伊士运河搁浅的时候 横在运河中间 导致了航道交通受阻6天 最后请您来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一时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